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来到万洲的教会 这个礼拜 我在这里 跟另外两位牧师 一起在这个1.5代的年会 里面来带这个更新年 所以今天就安排我 临时安排我来这边 来分享这个信息 我想稍微请问一下 昨天有来参加渡道会的请几手 有几位吗 有几位吗 好 有一些没有来 因为我听说这是一个 福音性的一个聚会 所以我就比较分享 这个到底信耶稣 跟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怎么样 有苦难 可是在我里面有什么 平安 有平安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 这个平安呢 昨天我在这里是用很多的诗歌 今天我们只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分享信息 那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 把人放在叫做伊甸热炎 这个伊甸热炎 顾名思义 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热炎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要我们人生活得很快乐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跟旁边说神要你活得很快乐 神真的要你活得很快乐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不快乐 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 那我读这段圣经 就是讲到就是说 其实当神把人放在热炎里面 祂只给人一条的命令 没有很多的规矩 没有很多的界面 只有一条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锁住这一条的界面 你就可以活在热炎里面 阿们 那我读这个圣经 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章 那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盐子当中又有生命树 而分别善恶树 这是第二章 第八节第九节 特别是第九节 他说 盐子当中又有生命树 和分别善恶的树 给大家说 生命树 还有分别善恶的树 那我们要从这一节跳到 十六节十七节 庄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如果你有生间 我们可以一起读好不好 来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盐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树上的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变食 那这个是神在创造了人类以后 给人的唯一的界面 这唯一的界面所代表就是说 只要你不要去犯到这条界面 只要你不去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就可以活在乐园里面 圣洁师是这样讲的呢 是 那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亚当跟夏娃 他们就落入了这个试探里面 在这个蛇引诱他们 他们就吃了这个所谓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然后人类从此以后 动入这个万劫不复的当中 有人是这样开玩笑的 他说亚当夏娃一定不是中国人 如果是中国人 看到蛇在跟他讲话 他们就把蛇宰了来吃了 那一定是犹太人 那这是一个小话 不过就是说 当蛇来引诱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他怎样引诱他们 他说我告诉你 其实神没有那么爱你 他说你知道吗 你以为神很爱你 因为我有时候 我讲到的时候 稍微做一点表演 他说我告诉你 神没有那么爱你 神留了一样好处没有给你 他说这样一定要吃 你看那个果子好漂亮喔 你看夜人的眼目 对不对 你看那个果子叫人垂炎一滴 哎哟这个 好像如果是你在东南亚的人 哇这好像榴莲一样 那么好吃的 对不对 然后而且神知道一件事 神说你吃了以后 你就变成聪明了 所以我告诉你 神没有那么爱你 我告诉你 我比神还要关心你 你只要我吃了以后 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那么聪明 那么有智慧 对 你说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亚当跟乡 就开始对这个神 参与生的一个怀疑 神真的爱我 我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对神 有这样的疑问 神真的爱你吗 神如果爱我 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苦呢 神如果爱我 我为什么不听我的打造 当你开始对神 产生信心的动摇的时候 魔鬼就有饥渴什么 哎 最后他们就吃了 吃了以后 我们知道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看自己是个休息 哎 吃了这个果子以后 他身体有没有变化 应该没有变化 应该没有变化 他身体应该没有变化 可是神所照着身体 他看自己是什么 是个休息 所以他就赶快用 如花树的果子要怎么样 遮羞 这个天气的阳光 也都滑来的时候 他就赶快躲在 那个树种的后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要请大家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吃了分别 你会觉得自己是个羞耻 为什么 你喜不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的请记住 这几个稀有动物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自己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自己的 你知道吗 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很糟糕 自己是个羞耻 为什么 这个羞耻感从哪里来 这个羞耻感基本上就是从一个标准来 你知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 真的发生一件事情 他们如神一样 能够知道善的 他们以神相识 他们有神的眼光 哇 他们看标准很高 你说神的标准是不是很高 神的标准很高了 神的标准很高了 可是他们从此以后 落入一个问题 就是标准很高 知道 可是我现在怎么样 做不到 你知道人类的痛苦不是不知道 人类的痛苦是知道而做不到 你跟旁边说 你是不是知道而做不到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连使徒保罗都这样讲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 我所不愿意做的恶 意思是保罗晓不晓得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他知道 可是他说 若是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那就不是我做的 他说每一次我在想要做善的时候 心中间另外有一个例 把我乳去 叫我护从那尸体当中犯罪的例 有没有 就是他想要做好 他知道什么是好 他想要做 可是他痛苦就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保罗挣扎到一个例子 他说我真是苦啊 经理说苦啊 跟旁边说苦啊 有没有看到 人类的痛苦不是不知道 是因为怎么样 做不到 做不到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也很糟糕 自己也很羞耻 这个就是人类的痛苦 我常常用一个壁字 我是在巴黎写音乐的 1982年到84年 我在这边写音乐 我以前历制想要做中国的贝多芬 所以我从小很喜欢贝多芬的音乐 你知道贝多芬很厉害 他四个音乐就会震动全世界 有没有 听过没 听过没 密封交交替 再过来就是 这样半音而已 然后他把这四个音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四个音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砰砰砰砰砰砰 那天晚上你贴个这个交响紧以后 你就睡不着 因为你一直听到 规则 密玉之神在敲门 他四个音 就震动全世界 但是我以后我也很喜欢 我写音乐 我写很多教会的诗歌 你们有没有听见 有一首诗歌 我们成为一家人 一只耶稣 一只耶稣 曾为神的灵 那是我写的 那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说过了好像就不值钱了 其实我是写变多分来的 因为我写四个音 人家我也是想震动起世界 所以你看 我们成为第一家人 这六个音 我没有变多那么厉害 再过来是 音真言实 然后再过来呢 你看四个音了 曾为神的灵 我们成为一家人 音真言实 音真言实 成为圣国的致命 好不可来啊 音真言实的结晶 有没有 这从哪里来的 音真言实 变成音真言实 现在一个音 音真言实的结晶 再降般音 音真言实 哟哟哟哟 懂得没 我是写贝多分的 哎呀感谢神很多 很多 像外人也很喜欢唱 可是你知道我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如果贝多分先生坐在这里 我就不敢唱 为什么不敢唱 我怎么能够在关公面前怎么样 他一天就知道我写他的 我就觉得我不如他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修 你知道人类很多的梦谱都是从标准的 你看你的孩子顺你吗 是你吗 是你吗 是你 哎哟隔壁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张三 他以前读书不比我怎么样 现在怎么他儿子怎么可以比我儿子还 考高分呢 好 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先生 好像看起来都很温柔 人比人会怎么样 很多我们的痛苦都是从底教来的 那这个叫做分别上的 你有一个标准 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却做不到 从此以后你就活在这种乙教的当中 这个人为什么他环境那么好 为什么我环境这个样子 这个人好像没有比我好 比我好 可是为什么我受到这么多的苦难 为什么他都平安如此 分别善 我们从此以后就开始离开乐理 所以昨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今天我也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 什么是分别善恶 什么是这个所谓的生命术 我就是说我再重复一下 你用两个手势 你就可以想象说 你到底是活在分别善恶里面 还是活在生命术里面 我请你把你的尸子拿出来 转向你旁边的 凶凶的凳子祂 指祂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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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分别上的 这样一笔下去的时候 你的小孩子都怎么样 就动不动了 有没有什么糟糕 有没有 人家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账务 就是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面的朋友 世界 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 那这个叫做分别善恶 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 我保证你 你没有办法读一下 什么叫做乐理 好 生命术是什么呢 你今天没有很多时间 不过请你看着十字架 生命术就是一条子的十字架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讲 吃那分别上的 吃那生命术的果子 就永远怎么样 活着 人要是活着 希耶稣就永远不死 对不对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不活 你若是吃这生命术上的果子 就是一表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就永远不死 因为 那个永生的神 跟你开始了有一个关系 就是生命的关系 Amen 所以生命术的手势是这样 把你的双手张开来 转向你的旁边 给他抱一下 给他抱一下 这个就是热言 你若是会 学习会拥抱 接纳别人 接纳环境 你开始会回到热言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纳人 不能接纳环境 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热言 很多人说 什么事啊你好 好像很喜乐 你一定没有尝过苦难的思维 我告诉你 我人生经过很多的苦难 其实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我 我的儿子九岁的时候 这个脑溢血差一点死掉 另外一个是我母亲 空难过世 在这两个很大的苦难里面 神让我学习一件事 就是要先 怎样去学习接纳 这个所谓的人生的苦难 在接纳当中 你就发现神的话 神叫万事复乡 向你叫爱神的人得以处 我很简单的提 我的孩子 九岁生病 后来感谢神 差一点死掉 后来他的脑 拿掉了一部分 右脑拿掉了一部分 所以他的左半身是残障 特别在做部件的时候 一生一直癫瘾我一件事 就是说他的脑没有了 所以你要做部件 就是希望你做 介质身体的这个部件 看能不能刺激他的脑 这个里面有一些 因为脑是个奥秘 所以这个脑里面 他有没有一些 能够取代他 已经拿掉了那些脑的功能 所以他说 不可以骂 绝对不可以打 你只能鼓励 哦 那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没有部母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 那很多时候我们爱之身就是怎么样 责之谐 责之谐 你们听过这句话 爱之身 就怎么样 责之谐 我们这个 特别是华人的这个部母 都是望子成罗 望你怎么样 成凤的 所以要求很高的 我就发现神转变我一个思想的模式 以前我是牧师 他是牧师的儿子 牧师的儿子 我对他要求很高 我是个音乐家 你要好好的给我弹当琴 弹当琴 弹错了 就敲俗直了 OK 我是这个牧师在教会要做好榜样 你在教会也要给我做好榜样 功课要好 要荣耀神 都是一直要求 我后来发现我的儿子很怕我 很怕我 为什么 因为我活在这个里面 当我这样一比的时候 他越发现 他达不到我的要求 他就越退后 他就越退缩 他就越怕我 可是在复健的过程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换另外一个小时 今天没有记住 这是离寿丹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脑美啊 有一点之后 哎呀好棒 就开始尖压 就开始鼓励 就开始尖压 就开始鼓励 然后就开始陪他走 这个人生的道路 那现在也是我告诉你 今天 我的儿子已经二十二岁 本来我想他没有办法跟长冷一般 读大学 后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陪伴他 我们的关系也慢慢的修复 他就比较不那么怕我 因为我一直鼓励他 一直接纳他 我们整个家庭也开始 学习这个叫做生命书的一个道路 学习接纳 学习彼此的这种鼓励 我的儿子今天二十二岁 大学四年纸 在美国加州 尔湾大是个很好很好的学校 在第一年他就要大学医院 上一个月他还到大陆 上海旁边有一个叫五十的地方 去生肖的一个医院 因为他在美国这个生长 然后他又会讲中文 所以呢 他们去这个大学里面 这个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就担任班地的工作 感谢赞美神 我不知道你的家里 是这样比较多 还是这样比较多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 思想的模式是这样比较多 还是这样比较多 你想一下 你思考一下 今天很多时候 教会部女法经理的经理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还是这样比较多 在这鼻子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恐慌 披披论量 你知道如果神对我们这个样子 如果神对我们 如果神在分别善论书上这个样子 也罢若就查罪内 谁能在人家 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怎么爱我们 信耶稣是怎么意为神 信耶稣就是这样 你这样子吗 很简单 神的标准很高 可是祂接到我们这个达不到标准而已 在这样的爱里面 我们慢慢慢慢慢慢地来成长 在恩典当中来成长 在平安当中来成长 在赦罪的平安里面来成长 而不是一直要求 这就是信念书 那很多时候另外一个 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怀见 我们也不能接纳 所以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就是这个 因为不如我的意 不如我的标准 你说我的母亲空难过世 能够喜乐吗 母亲空难过世 你能够喜乐 你能够记住 当时是很难过很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 神借着一只蝴蝶对我们说话 因为当我们去认我母亲的尸体的时候 在一个大堆里面 买了七八十个那种 烧的娇威不全的尸体 我记得我母亲的尸体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太太好几次 我师父好几次受不了 跑到厕所里面去吐 那一天我们没有认到我母亲的尸体 回家的时候 我的师父就打告 说神啊 我婆婆是一个这么好的基督徒 你为什么让他死的那么长 突然间神给他一个尸体 蝴蝶 蝴蝶是什么 我问那个我太太问神说 蝴蝶代表什么意思 神说你看 你看当他那个蝴蝶 破茧而出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那个丑陋的茧 还是看到了美丽的蝴蝶 你看到什么 看到了是不是看到了美丽的蝴蝶 神说你今天看到那些尸体 就是就像是这个样子 好像那个蝴蝶 破茧而出一样 一个人信任耶稣 他有永远的生命 他的价值在哪里 在他的领土 所以他说你母亲的尸体 现在在耶稣那里像古典那么美丽 那这个故事 这个见证比较长时间的关系 我就很简单的讲 后来我们找到母亲的尸体 他是在那个基翼底下被埋起来 最后两部尸体启动的女父 找到母亲尸体 然后我们把他送去 这个火化厂间火化 火化完了 在那个火化的那个 这边是火化厂 然后后面是有很多的窗户 那个尸体飞进去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骨灰 就在出来的时候 我们回头一看 看到那个窗户 那边有一只蝴蝶 在那边飞 然后很奇妙的是 这蝴蝶的花样跟颜色 跟我母亲穿上飞机的 最后一件衣服的花样颜色 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 哥哥是普世丰盛神仙的厌长 他是我弟弟 我弟弟因为是个神仙家 所以他就提醒我说 那个哥哥你跟人家讲见证的时候 不要讲得那么省 因为会让人家误以为 妈妈变成蝴蝶回来 我们不相信说是妈妈变成蝴蝶 这是我们相信一件事 前几天我太太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神给她这个蝴蝶的议念 今天就在这个蝴蝴 这个尸体变成蝴蝴的那一叉 神用这个来议证 那个不是自己乱想 那是从神来的议证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怎么可能呢 今年我的父亲六月十号过世 他是癌症过世 九十二岁 他过世当中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快 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癌症 我们比较我父亲跟母亲过世 我们有八个先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 我们如果能够像母亲这样做 是好的一定 你相信吗 一个月淘汰病床 那个阴癌的尊严都没有 因为患尿布啦 什么样的都要人家来伺候 可是我母亲被空难一过世的时候 一向就走 我在讲最后一个见证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信息 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你就相信神爱你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我最难过的就是 就是什么就是 我不知道他过世的那一段时间 有多大的痛苦 多长的时间 那一天晚上我在那个机场 看着那个现场的那个转播 因为我们都不能到现场 只能看那个新闻的转播 那我在看这个新闻转播的时候 因为那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时候 有一个人进来就转谈 转到刚好有一个吴勇长老在讲道 吴勇长老讲道讲什么 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计 所以呢 就是说信息是什么 是你还没有看见你就有确计 所以他拿起一本圣经 他说 你看得见这是一本圣经吗 看得见吗 你需不需要用信心来相信 这是一本圣经 你需要信心吗 你看得见吗 你看得见 你看得见就不需要信心了 对不对 信是 是什么 守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什么 确计 你还没有看见 你就相信 你就有那个平安 所以他 你眼睛看得见吗 对不对 你看见了没 你看见 你看见不需要信心你知道吗 你看不见的你才需要信心 对不对 那一刻 那个人很奇怪 他转台了以后 他自己也不看他就走出去了 我知道神在跟我说 我知道神在跟我讲什么 说你母亲过世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看见 可是我一下子就把他接走 他没有很大的痛苦 他没有很长的时间的痛苦 没有 五年以后 五年以后 我为我的母亲做了一张CD专辑 我到一个教会去做这个见证 做完见证以后 有一个弟兄从后面走到台前来 他说牧师 他说你 我是新航空乱的新凡者 我那一天晚上在路地上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说 你能不能描述那一天晚上的情况 他这样说 他说半夜的路地 大家都在进入那个休息的状态 都在睡觉 然后突然一只一声的 那个碰撞的那个技巧 碰一声 他说三秒钟 那个火就从前面冲过来 然后他刚好坐在那个路地 断掉的地方 他掉了下来 他就成了十满城 可是你知道当他跟我讲三秒钟的时候 我心中多大的安慰 三秒钟 一 二 三 我母亲就过去了 五年前 借着那一幕 吴永章老讲的那个 我没有看见 我信 我信的时候 我心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五年以后 神借着这个弟兄告诉你 什么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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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弟兄姐妹 今天你可能看见 看见还有很多的困难 可是你相信神爱你吗 你相信神叫万事与他效力 要叫你得不出吗 你相信 相信的话 用信心照顾神 Amen 我来替弟兄姐妹来报告 你闭上眼睛 他说今天你信 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祂是一个爱你的神 祂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这一位信心 这要叫你的生命得意志 你信号他 你说给他 你信号他 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来报告 祝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一个人 敞开了你的心 我们若是有什么困难 我们伸出那信心的手 我们只要碰触耶稣基督的衣服 我们就要得一致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重担 带到你的面前 救主这个时候 让我们接着圣灵 让我们确实的相信 借实的感受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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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间被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圣经里面描写一个妇人 他有多的苦难 他的病一直医不好 可是他对耶稣有这个信心 他说我只要摸到耶稣 我就等一致 我要请你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愿意这样信靠耶稣 把你的右手伸到你的前面 好像你要触摸耶稣一样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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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有病痛的要得到医治 若是有重担的要得到现象 有灰心的要重新得力 若有疲劳的 真的是要再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心灵的力量搭乘起来 感谢赞美主 让你自己在进步 让你自己的圣灵 继续的不断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在环境当中来遇见你 知道你叫万事互相效应 叫我们得着益处 感谢赞美主 如我们这样信靠你 你将平安 你将喜乐赐给我们 谢谢主 天我们同心可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恩